大家好 欢迎收看电影自义室 先给大家介绍一下电影自义室是什么 电影自义室是我们做的一档 面向于初级影视爱好者的这样一档教学性的视频栏目 在这里我会陆续给大家分享一些我们拍摄 或者后期方面的一些小技巧小心得 今天是电影自义室第一期 我给大家介绍一个拍摄神器 有了这个神器你的拍摄基本就会如意得水 这个神器是什么呢 就是三脚架 很多人认为三脚架只是起到的一个 简单固定机器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其实不是这样的 假如我们能把三脚架用好的话 我们会有一些意外的收获 首先我们看一部短片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The very thought of you And I forget to do The little ordinary things Everyone ought to do I'm living in a kind of daydream I'm happy as a queen OK 看完刚才那部短片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的画面 其实还是挺漂亮的 然后呢 其实每一个画面都是一些移动镜头 但是我们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呢 没有用到除三脚架以外 任何的辅助设备 大家是不是觉得还蛮屌的 所以下面我们就去拍摄现场看一看 看看我们是如何只用三脚架拍出那些移动镜头的 OK 第一条我们先看一看一个比较基础的三脚架特殊用法 然后呢 想让三脚架拍摄出移动镜头 我们就要先让它丧失一个它最基本的功能 就是稳定型 所以我们先把它的一条腿收起来 OK 我们把一条腿收起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以三脚架的前两条腿为支点 做一些前后方向的垂直运动 是不是感觉收放自如 OK 下面我们看一下另外的一个小技巧 就是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的机身和快装板是以这样的一个纵向的方式插在一起的 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横过来 换一种方式 换一种心情 我们把它放在云台上 这样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相机是可以以云台为中心进行一些旋转 这样往往可以拍出一些令人闻风散打的画面 OK 其实我们刚才短片里用到的所有技巧都是以这两种方式为基础了 大家可以融会贯通一下 比如在推动脚架的时候同时转动云台 我们也可以换一个方向再来一次 在拍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多加一些旋转啊 甚至是跳跃啊 你一定要多尝试旋转跳跃 旋转跳跃 我闭上眼 谁叫看不见 你沉醉了没 OK 关于三长架的启动技巧呢 今天就先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 其实你只利用三长架也可以拍出一些比较漂亮的移动镜头 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电影自宜室 今天先到这儿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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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